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致命误判 一线正在播出 这是地处兴安盟西北部草原腹地的一户人家 那天晚上八点半左右 院子里突然传出一个小女孩声嘶力竭的喊叫声 小女孩名叫小林 那是她七岁 夜色中小林独自站在院子里大声地喊叫着 从她的背影和动作可以看出 当时的她既害怕又无助 聚焦一线 持鸡现场 监控录像显示 夜色中小林站在院子里大声地喊叫小林 独自喊叫了十多分钟 看到没有人出现 小林才壮着胆子 跑出了院子 消失在夜色中 警方后来的调查显示 小林当时是跑到了附近的亲戚家寻求帮助 亲戚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那么小林的爸爸妈妈怎么了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接到报警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来 并在小林家院子的东侧 发现了一名男子趴在路边 随即民警将这一警情上报至柯佑中企公安局 并对现场进行了保护 当晚11点左右 柯佑中企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民警 赶到了案发现场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派出所民警已经做了 那个最基本的现场保护 打上紧接带 然后现场是就有一辆白色的车 然后车旁 车左侧 躺了一具男性尸体 人已经没有生命体证了 120也去过了 我们去的120那车也刚走 小刀车门开的 完了门 小刀车的那个 靠主驾驶 左侧这个位置这边都是 底路上的血迹 完了人是在距离车 有个几米的距离躺在那 据法医查验 被害人全身有20多处刀伤 致命伤是胸口部位的一处刀伤 心脏主动脉被刺破 主动脉被刀划破了 主动脉是咱们那个动脉里边 负责供血的最主要的一个血管 这个破裂了以后 基本上是抢救是救不过来的 它是一瞬间之内就会死亡的 根据现场勘查 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 被害人似乎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遇害 那么是谁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 对被害人下次毒手呢 案件发生后 柯友中企公安局高度重视 迅速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对案件展开全面调查 据查证 被害人是案发地临村的一个村民 这个死者是一个毛多 南面有个腿 然后他是中地卫生 然后闲暇的时候呢 就跑过车 趁着农闲的时候 挣点零花钱 也就算是开黑车的吧 没有那个手续的车 但是乡下就这种 就是肯定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 就是那个顺便拉个脚了 或者是带你没事跑个车了 初步调查显示 被害人周琦在事发当晚8点左右 驾车来到事发地点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遇害 据报警人称 当时小玲说 他的爸爸长青是凶手 而小玲家院子里的监控设备 也印证了报警人的说法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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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我不要你让我让你让我让你 然后他跟贼说 我爸杀人拉就那么喊来的 然后这时候姑娘是跑到自己家亲戚家 说了我爸杀人了 就这样的 然后最不第一时间报案 那么事情真的像小玲说的那样吗 长青又为什么要对周琦下次狠手呢 由于小玲年纪太小又遭到惊吓 无法叙述事情的全貌 只是说爸爸已经跑了 而在民警出现场的过程中 小玲的妈妈小玲 从旁边的玉米地里钻了出来 我一看痛了我就跑了 我就那个报秘地里头呢 也是我们房边那 西边那个地 也不远 他说话啥的我都听见了 我姑娘也喊你 爸爸爸爸回来 别找妈妈 我就都听见了 和小玲的说法一样 小玲说杀害周琦的人就是长青 据小玲说周琦是她打电话叫来的 她是一个处处的司机 什么时候认识 我们也认识不久 别人给我介绍的 我也没有她的微信 就是打电话 我要叫车 我要晚上早 小玲说晚上八点钟左右 周琦如约前来接她和女儿 当时她拉着女儿走出院子 准备乘车 心里突然冒出了一种莫名的不安 找到那个沟地 那个上边我站着了 感觉总是不对 我就上后边瞅了没人 上前面瞅了她就跑过来了 周琦一过来 她看见那个长青她丈夫 灯光里头看见她丈夫了 然后把小姑娘扔到那儿 小玲说看到长青跑过来 她转身就跑进了旁边的玉米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你丈夫就是你那个前夫 她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整个过程其实时间不长 所以说她当时应该 真正目击的就她的姑娘和媳妇 应该是别人没听着 事情的发生 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根据监控录像 案发之后长青又跑回自家院子 然后骑摩托车逃离 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嫌疑人妻子 冲到牌廁所头 因为嫌疑人从前掌逃离了 最有可能伤害的就是她妻子 还有她姑娘 我们都陪专人陪着 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 案件的嫌疑人指向了小玲的父亲 长青 根据小玲妈妈的说法 长青和周琦并不认识 此前没有任何交集 根据现场勘察 被害人几乎是在 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遇害的 那么长青为什么会对陌生的周琦下毒手 还是当着自己前妻女儿的面 作案之后 长青又逃到哪里去了呢 帮忙草原难掩罪恶 全方位搜索 怕无处可藏 致命误判 一线正在播出 初步调查显示 案件的重大嫌疑对象长青 在案发后驾驶摩托车逃跑 不知具象 大部分也知道他跑了 老百姓不知道他拿没拿到 咱们呢 在现场周边 没发现到 咱们当时也是怀疑他是带着凶器呢 有些老百姓晚上都不敢睡觉 这个半夜院里的狗一叫 叫的那什么点的 就马上给派说打电话 说哎呀 这个狗叫的挺凶 是不是这个嫌疑人了 或啥有啥情况 尤其之前有一些跟他闹过矛盾的老百姓 更紧张 尽量的最短的时间内把他抓获 防止他就是 因为他身上本身也带着一个凶器 进行投窜 防止他就是情绪失控 再去伤及无辜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 柯有中企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 全力查找长青的下落 然后我们即时成立了一子八主 一子呢就是指挥部 然后八主呢就分成这个八个大主 包括现场勘查呀 查击不控啊 还有这个 这个围追堵截啊 技术加人力 同步开展三帮工作 同时啊我们也是发动人民群众参与 根据专案组的部署 可有中企公安局全员出动 以案发地位中心 在方圆八十公里的范围内设置卡点 围堵不控 防止嫌疑对象搭乘交通工具逃窜 我们就是启动这个命案工作模式 这两个围的我们都进行了及时的这个调查 直接就打电话 告知出事了 然后的话 得让他们注意这个自身的安全呢 一是防范 一个是也是不控 提醒 与此同时 专案组安排警力 在案发地附近的村 囤 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 摸牌 案发地处在大西安岭南路的丘陵地带 属于半农半木的地区 夏季这里大部分都被农作物 及农历的牧草所覆盖 在这地广人稀的区域 寻找一个刻意躲藏的人 并非易事 周边案发地点就是 山沟多 再往北部 那很大一个 一大片的这个 统林地带吧 要是把这些山都收遍了 得掉几千个人才能收 属于比较明显的 地广人稀这么一个地带 平时这些山沟里面 也就这些放羊的来回走 就是摩托车可以走 你汽车 离老远就都进不去了 又沟啊 又是河的 在辖区内全面摸牌的同时 专案组也向周边地区发出悬赏 以及协查通告 把信息通过这个指挥中心发给 西侧的是忽林河 北侧的是前期 东侧的话是图权 这三个期限的话也都把这相关警情信息也都发送过去 让他们也加强这个检查 防防工作 悬赏通告跟协查通告发布完之后呢 我们又从这个有可能 因为他当时逃离的是现场的时候 骑的是摩托车 对这个摩托车 能走的一些乡间小道进行了排查 就针对一些能发现的监控点 用这个普通骑摩托车的速度 对这些乡间小道排查的时候呢 可能途经的加油站 还有这个慕名的墓铺 去排查有没有人来加过油 或者是借过汽油 或者有没有这个可疑人员过来要过吃的 或者在跟周边逗留过 然而一天一夜过去了 警方却没有发现长青的任何线索 我们这所有这个办案民警 负责抓捕收捕的 也都是非常有压力的 这么长时间一点线索没有 这个人能不能外逃 逃到哪了 或者他没外逃在周边 能不能他再出来 再次出案 这对我们来说有挺大的考验 终于案发的第二天凌晨 专案组得到信息 一个村民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摩托车 线索的啥呢 说是有可能是这个嫌疑人的摩托车 在一个铁路的桥附近 的一个那个草丛 芦苇档子 像一个小的芦苇丛里面 经过核查 被遗弃在桥洞里的摩托车 就是长青逃跑时 骑的那辆摩托车 并且民警还在附近 发现了长青的手机 结合该地点周围的地理环境 专案组判断 长青应该没有跑远 他很可能藏匿在案发现场 南边的山上 他把摩托车扔到这个离案发现场不远 而且在这个公路往南 铁路桥下面 这样的话就证明他没有骑摩托车 朝着公路方向 或者是从案发现场往北跑 案发现场往南 铁路往南的话 有一条河 一过河就是大山 案发的第二天下午 一个牧民向警方反映了一个情况 并提供了一段手机录制的视频 放羊的阳光就发现 有一个人挺远处黑银 穿黑色衣服 在那走呢 录像中一个男子汤着水 迅速向山的另一边跑去 因为那刚下满雨正常的话 人家都是往家里走 他跑的就是直接往山上跑的 而且那个河挺宽 特别宽 而且河水也挺大的 他就直接沿着那河就跑过去了 因为正常的话 我们开车都开不过去 综合种种信息 专案组推断 雨中往山上奔跑的人 很可能就是场景 随即专案组在相关区域布置警力 展开地毯式搜索 把这个年轻的体力比较好的警力 第一时间往山上派 占领这个制高点到山尖上 往下望 这样的话如果他就是爬山 或者是在这个灌木窗中 有一点动向 第一时间能发现它 能够起一个对下面的收入迷离 起一个指示的作用 指示方向 几乎全部警力都往那山上去了 山也挺大 去了以后第一时间把整个山包围住了 从山头到山下 整个一圈全都包上了 因为刚刚下过雨 山上一片泥泞 车辆无法行驶 参与搜寻的民警 踩着泥泞的山路 边搜索 边向可疑地点靠拢 为了安全起见 警方对正在相关区域放羊的牧民 进行劝离 一名牧民在驱赶羊群下山的过程中 突然看到灌木丛里的一个人影 阳官正好下山下到这个东侧下坡这块 他眼睛特别尖 大概瞟了一下 他呢正好也从这个东侧的山沟上 灌木丛里露头了 当时民警也发现他了 咱们当时负责收补的民警都特别激紧 一下就发现这个人就往上追 正在附近搜索的民警立即冲了过去 长青就此落网 周边老百姓都高兴坏了 说哎呀 普遍反映这回睡觉踏实了 说还得是警察 躲了这么长时间都以为外逃了 还是在附近山沟里给把人抓了 其实一个小时之内案件破坏以后啊 老百姓这个又重新使得了安全感 对我们公安将近三天左右 把夜以接日的工作是非常认可的 特有中旗警方派出了300余名民警 经过71个小时的搜索 终于将案件的嫌疑人长青抓获归案 据调查长青脑子灵活 经常包来一些工程 自己会挣钱 妻子貌美女儿乖巧 在当地人眼中长青是令人羡慕的 而他却突然做出了这样害人听闻的事 匪夷所思 那么长青这一极端行为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不堪 破碎的情感埋下祸端 心中的猜疑吞噬了理智 致命误判一线正在播出 这个小院就是长青的家 据了解在当地他家的生活 虽说不上富裕 但也算是中等偏上 其实这个貌似平静安稳的家庭 早已暗流涌动 夫妻间摩擦不断 据小丽说 以前长青很勤快 经常外出懒活 但近几年 长青变得让他难以忍受 以前我们关系挺好的 不挺好的 我能给他生个姑娘吧 谢谢 可好了 就是最近两年三年里头 他就变坏了 生我姑娘 之前挺好的 生我姑娘 生完了 一年还差点 我到姑娘两岁那年 开始把我天天不着家为 玩 吃饿玩了 成天不干活 小丽说 近些年来 长青基本上啥也不干 家里的生活捉襟见肘 并且她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小丽说 因为赌博 长青在外欠了不少赌债 经常有人上门讨债 为此他们俩经常吵架 甚至闹到派出所 她的说话 她的口 没有人情没了那种的 有时候我不跟她说话 没有共同语言了 跟她相处不了了 那种的 过了两年 我呀 这派出所我保安三次不两次 保安 为什么保安了 她骂我的不行了 姑娘也害怕了 我说 我就控制不了她了 我就保安了 一开始家庭还是比较不错 后期的话 要做几个买卫也赔了 完了天天就是 有酗酒有啥的 自从这个嫌疑人 沾染上赌博 这个恶习之后 将她收入这块也 极准之下 相互之间 这个感情也因为 这个不务正业 真见的 就是感情破裂了 为了能挽回小丽的心 2021年7月 常青提出协议离婚 她就跟我说了 我给你个交代 我俩协议离婚 离婚不离家 行吗呢 行 我冬天时候 那个 要上帝来的时候 找我不找你不是吗呢 我说行 三天房子 车子 还有五头牛姑娘 都给我了 都过命下来 这样离婚我 实际上她是为了 觉得是为了保护你 不吝 我那个 我十万块钱 我自己背着 我说自己还 我还 你不想想 这张一个老套 我自己还 你家里是什么 十万块钱 我说家里的那个收入 我去年 把我给买奖金取 几万四十万块钱 我说 把我买奖金取 第一十万块钱 我说我一个年不要 要不是一个年不要 就让人起来 要一万块钱 我还带你回去 这次都给我了 我跟她张都没说 还要两年 按照约定 协议离婚后 他们仍像以前一样 生活在一起 然而 两人之间的矛盾 却并没有因此而消解 对我不惜认识有的 说我这个 说那个 就是 领导啥地 那个 就怀疑一遍 可能又怀疑人了 就是 怀疑相遇 特别多 我们最近两年 更变态地不行了 从春天开始 一年变弃了 你说把我手机 女儿怕怕 怎么还手 把我手机都让你来 有啥事你跟我说 你不要 你今天这个手机没开 给这些老公 有一天天的 你给你去压力 小丽说 常青常常怀疑 她行为不端 这让她难以忍受 思来想去 她决定带着女儿 外出打工 常青强烈反对小丽 带着女儿外出打工 在她看来 打工只是一个借口 小丽肯定是有了外心 你怀疑你是不是 有个普通当的 有这个关系 把那个啥明确的 明确的 我说早就 我都处置这种 没有 为什么不怀疑 她把我手机 拍出来 她非常有意义 从来没有 说是 简直的 我不听 我继续 那手机 不让我看 我穿出来 我什么事 为了印证自己的怀疑 2023年6月24日下午 常青告诉小丽 她要出去办事 就离开了家 她说 我有点事 我下午 我就上哪上哪 我有点事 我要出去 我行 那行不行 刚开始我也不想找你 我说到七点了吧 那时候晚上 一下子我想起来了 找不是 真好 你不是把线 我就叫车了 小丽说 那时 她想抓住机会 逃离这个家 就给跑车的周琦 打了通电话 小丽不知道 那时常青 并没有走远 而是藏在附近 紧盯着她的 一举一动 小丽不知道 常青的险恶用心 更不知道 她早已在暗中 藏了一把刀 藏在她家 那个旁边 被有个厕所 汗车 农村的 藏到那儿了 接到小丽的电话 当晚八点左右 周期驾车 来到事发地点 不是我们家门口 就是那个水泥路那边 有个桥 我们那个房子的 那个洞边 你为什么要把车 别在那儿呢 我们前面有监控 我就偷着找 不是吗 恩啊 我们大大门口 有个监控 所以我就跟她干账了 她不让我走 知道那地方 不让我走 我就偷着 领着姑娘走吧 我就那么行 你就站那个桥 那个东边 那个桥那边 那个小公路 公路上吧 她就站那儿了 藏在暗处的长青 看到驾车前来的周期 愤怒的火焰 在她心里燃起 她认为 前来接小丽的人 和小丽的关系 肯定不一般 她就是啥呢 就是谁来接她 她指定要离开家 离开家 指定说是会打给自己 觉得比较亲密的人 或者是说跟她认识 有来往的人 来接她 所以说她心里头 有一个预判是啥 就是断定 可能这个人 就是跟她有关系的 看到小丽 领着女儿准备上车 长青手持利器 冲向周期 意识到情况不妙 小丽转身就跑进了玉米地 我没到车门家 我习惯就往家里跑的 我说我上车门家 你刚好去接我媳妇来 她说 她说咋的了呢 你没有习惯 我咋的 我老婆就到同一家 同一家 就说了那几句话 嗯啊 你就问她 就为了接我媳妇 她说咋的 她说你咋的了呢 我老婆就生气了 从 从那几刀 从那几刀啊 从那几刀啊 就这样 还没弄明白 发生了什么 周期就倒在了血泊中 这个死者 可能当时也就懵了 也没 没想到 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 你不要 来来来来 救命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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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长青交代 事情发生后 女儿的喊叫声 让她心思 但那时 她顾不上管女儿 骑上摩托车 就跑了 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查 跑了一段路程之后 她把刀 手机 摩托车 相继抛下 归案后 得知被害人 是一个利用 闲暇跑车的村民 常青后悔不已 你之前见过 那个出车 没见过 他要是出车 自己就要 他以为了 闲言长青 因家庭矛盾 无端猜疑 残忍夺去了 一个无辜的生命 使自己和被寒 双方的家庭 都遭受了 不可逆转的伤害 针对这起因 家庭矛盾引发的 恶性刑事案件 我们来听一听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袁斌教授的解读 它是构成什么样的犯罪 那么这一点 在本案里面 就比较明确 构成故意杀人罪 因为在由于家庭纠纷 引发的刑事案件 在量刑上 一般来讲 会适当的从宽处理 但是本案不一样 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 他对于这个案件的发生 他是没有任何的过错的 所以在这样的案件里面 我们就不能够适用 因为民间纠纷 引发的刑事案件的 这么一种处理的政策 家庭纠纷在 这个民间纠纷里面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纠纷的类型 那么它本质上来讲 属于我们社会的 这个基层治理的 这么一个范畴 我们目前都在创导 基层要发扬 基层的民主 基层的自主管理 把这个矛盾 尽量地给它化解 不上交 能够有效地解决 这个基层 社会里面存在的 一些隐患问题 它实际上 可能会涉及到 三个主体 或者是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从这个 矛盾的双方来讲 他们在对于这个 矛盾的发生 以及矛盾所可能 会诱发的法律风险 刑事犯罪风险 无论是从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 还是从被害人的角度 都要有这种风险的意识 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讲 那么就要注意这种自救 那么第二个就是 对于这种家庭的矛盾 和纠纷来讲 涉及到第二个层面 或者是第二类主体 就是家庭 比如说父母 或者是兄弟姐妹 那么他们在发现 这个家庭成员之间 有矛盾之后 怎么能够进行 这个互助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可能也是 比较关键和重要的 那么再一个层面 就是涉及到 这个基层的这个社区层面 比如在农村里面 可能会涉及到 村民委员会 或者是村小组 那么在城市里面 可能会有社区 那么也可能还会上升到 居委会啊 等这些这个基层的一些 带有自助性质的这些组织 当然也可以包含一些邻里 那么他们在这里面 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的话 可能对于危险的这种识别 以及刑事案件发生 之前的这种防范 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从这个社会基层 治理的角度来讲 如何有效的识别犯罪 发生的这种因素 并进行有效的预防 那么可能对于犯罪的这个防治 对于刑事案件的这个防范来讲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2024年1月 新安盟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常青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赔付付带迷失诉讼的 被害人丧葬费 4万6千余元 常青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 家是心灵的港湾 学会正确的处理 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